盧窩官員說,在盧窩航空公司一架客機聚毀地點找到17個屍體。 這架客機星期三聚入湄公河。 有關當局說,救援人員星期五繼續尋找機上其餘35名乘客及機組人員。 這架各營航空公司的ATR-72渦輪螺旋長飛機, 星期三從首到萬象飛往南部城市柏克式,之後聚入湄公河。 盧窩政府說,很可能不會有生還者。